微软公司8月23日宣布公司CEO包尔默已决定于未来12个月内退休 在加盟微软33年担任首席执行官13年之后 包尔默为什么此时离开 他的离开对于微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IT行业变革浪潮的冲击之下 微软在后包尔默时代又将如何发展 先来看看台新特派纽约记者陈剑发会的报道 微软内部已经成立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包尔默的接班事宜 在选定接班人接班成绩班程序之前 包尔默将继续担任公司的CEO 包尔默即将离职的消息令华尔街比较市场信心大振 消息公布的当日 微软的股价大涨7.25%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包尔默执涨微软的13年间 微软股价的跌幅超过40% 在这近期业绩表现不佳 这会许使包尔默离职的重要原因 包尔默在微软官网上表态 这种类型的过渡很难说 能有一个完美的时间点 但如今却是一个恰当的时机 我们已经制定了新战略 成为一家新机构 并拥有一支优秀的高级管理团队 我最初的想法也是在公司向设备 与服务方向转型的过程中退休 我们需要一位能够长期执行新战略的CEO 其实关于包尔默即将一直的传闻 已经有数月 回顾包尔默执掌微软的13年间 随着科技创新和行业变革 微软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包尔默上任之初 微软还是PC去厂的龙头老大 而现如今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转向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微软也不得不向软一键整合转型 2006年 微软推出了音乐播放器Zune 2010年 推出了Windows Phone操作系统 2012年 推出了Windows 8 以及Surface平板电脑 但是都表现平平 此外 包尔默还曾试图和雅虎联手 一打破谷歌在搜索野情市场的垄断地位 但是结果却是 目前谷歌仍占到美国 搜索野情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 微软仅仅是稀释了雅虎的份额 在一封写给微软内部员工 提为前进的邮件中 鲍尔默表示 微软还有最好的时代在前面 我知道你们是这个行业中 最佳团队的一份子 并且拥有最好的技术资源 我们不会在目前的变革中失败 9月2日 微软公司宣布将用54.4亿欧元 收购芬兰诺基亚公司的设备 与服务业务和相关专利 好的 感谢陈沁从美国发回的报道 当时我们知道鲍尔默认微软CEO 也有挺多年的了 怎么评价鲍尔默在微软的表现呢 我们看鲍尔默在位的时候 它主要还是一个守江山的这么一个时代 但实际上对于互联网 对于这种移动互联网的潮流 它没太赶上 那么我一直是比较奇怪的是 为什么微软 惠普这样的公司 他们向新的业务转型 就总是不太成功呢 那么是不是他们真的就把自己 一定要定位成一个商务应用 或者说对企业服务的这么样一家公司呢 因为以前我跟这个惠普和微软的这个工程师都聊过天 那一说起这个iPad的时候 他们所有人都是嗤之以鼻 说那就是个玩具 那么因此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微软推出了像Surface这样的这个平板电脑 最主要还是用来办公和打文字的 那么比较讽刺的是呢 这个微软实际上它的操作系统 还帮助这个电脑的普及 把它真正变成了个人电脑 而到了今天呢 却没有再赶上这个潮流 或者说这个转变